吳曉旭議員 臨雷明議員是因為 其他分工人生的主要是一條路上那麼多的路況 例如七百億元的日後通脹也有很多 政府超高增添成政治狀況 這些我們已經學過很多次了 這些浪費公共政府 越來越好選越來越一次性的普選越來越多 今次政府生態很容易針對有些人的路況 我會提出兩點 譬如一個新的投資不適合於香港或任何有民主的地方 而且令到民國的民主部份 第一點就是選民投票選出的選民 基本上他要認同這位候選人的基督治理念 或者他有選手 所以如果當選的議員真是說他受到選民的信任 但如果要收穫之後就未成第二次都得票的候選人 但是這個候選人就根本是沒有足夠的議員基礎 舉個例如萬能有選擇的情況下 而挑出不定義的可能性下的其他朋友 在新的收益復礙之下 選民即是極致不同意的 因為大家也要接受 這種政態方法是完全沒有選民的領袖性的 所以最可惜和最恐怖的 選民領袖性的領袖就是全身全國 所以補選才是最可惜基礎公民的領袖性的方法 而第二點就是政府這些操作的安排 其實好像常常都將香港的政策 形成一間小公司的運作 證明是老闆的議員一起層次 小市民一起活氣 很簡單地有層次利息地留下局的領袖 這樣的本體也繳了香港的問題 而政府漏視民意 每次都要視民壓迫這些所有的方法 就好像老闆克朗的火器一樣 但每次這些火器都要國內接受 現在香港的最大問題是官商優點 民怨沸騰 而政府偏要在這些時代 脫掉市民最危險的領袖 這樣就像一個火器給老闆克朗叫做 還要給老闆迫遷移民 說以後都不能全公給 這樣就很幸運 而政府覺得接近五十萬人支持的補選 是人數少 沒有意義 沒有代表成 但我想無論如何 都比百百人選民受得更加有意義 在選公民組裡面更加有代表成 所以我建議政府 避充這個剝削公民原理的修正 要安排我們需要遵循時代的處理